1月10日,四川梁山惠里县迎宾大道的一间出租屋里,一个年轻人被房东发现,死亡在家中。 这个年轻人叫陈松阳,今年23岁,在网上他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叫墨茶,是笔赞的虚拟主播。 通过他生前在网上留下的自言片语,网民们拼凑出他的人生轨迹。 1998年出生,家住四川大梁山地区,又连父母离异,家庭贫苦,在台高住,高中辍学打工,月薪不足一千元,被雇主欠薪。 奶奶离世后,家人为抢夺房产发生争执,将他扫地出门,迫于生计。 去年初,他用朋友资源的旧电脑开启直播,但粉丝寥寥,童年查出生患多种重病,无前就医,只好放弃治疗。 今年1月的某一天,贫困交加孤身一人的墨茶,在破旧的出租屋里死去。 墨茶死后,笔赞最惨UP组去世的消息,冲上了热搜。 墨茶原本无人问津的频道,几天之内增长了一百多万粉丝。 在微博上,墨茶Official的话题激起了5.8亿次阅读和26.6万次讨论。 有网友评论到,墨茶让人记忆深刻的是,除了疾病和饥饿中工作和死去,就是在拼多多买了20元一支的电饭宝煮方便面。 他希望这锅能用得长久一点,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此生能在冬至时吃上饺子和草莓。 他就是自己游戏主播里的洛基,在人生这个游戏中,因为装备太差,没有队友保护,刚出厂就死于非命。 他活的时间最终还不如那支花20元从拼多多买回来的电饭宝更长久。 一位95后网友说,这几天身边讨论墨茶的人很多,他本人也深受触动。 墨茶在笔赞,将他人生最后几个月的生活感想,如写日记般记录下来,这些文字里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卖产的成分。 他只是表达了一些很朴实的愿望,比如他想吃草莓,但是太贵了买不起。 但就是这些朴实的愿望,也最终没人如愿,让我们网友突破心理防线了。 但令人最为悲愤的不是墨茶之死的本身,而是官方试图流转舆论,转移人们对这场悲剧根源的拷问。 他说,墨茶之死登上热搜才过了一天,党媒就试图通过报道墨茶母亲家里的大房子来转移焦点。 这明显就是为了改变公众心目中墨茶因贫困而死的印象。 还有媒体获悉另一个版本的墨茶信息,这个版本里的墨茶摇身一变,变成了违法犯罪分子。 墨茶之死掀起的舆论风暴,在几天之内迅速反转。 他从一个被生活脸压,在贫困交加中痛苦,绝望离开人世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性格孤僻,好吃懒做,沉迷游戏,借钱跑路,成违法多次被拘留的问题青年。 有网友说,洗地文背后一定有官方的指使,只为撇清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将这场悲剧发生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墨茶本身。 他们就是想表达小康社会下绝不会有人被饿死,除此之外的公平正义,事实真相一概不关心。 官方害怕太平盛世的面具就这样被悲剧戳穿,一定会制造自己的版本,这是对弱者的第二次碾压。 李承鹏争得墨茶之死,在他的文章《你的2020年还没有过去》中写到。 我真正想说的是,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娱乐时代,用不道德建立一种新道德,用没能性构建一种新能性,用整齐划衣替代弦而易见的常识。 中国政府发布数据说,截至去年底,中国13.35亿人持社保卡,覆盖95%人口和所有的城市。 这张全球最大的社会保障网,还在不断的执迷,未来将兜住和保障每一个人。 23岁的墨茶,是从这张大网的缝隙中掉下去的那个人。 墨茶事件,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解读,但政府对于舆论的引导是不言而喻的。 这个事件并不孤立,两年前的年初,也发生过相似的事件。 2019年1月29日,一篇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史的文章,刷屏网络,点击率一天就超过百万,但很快被网信办迅速封杀。 该文也招来了众多官媒和御用携手的声讨,这篇文章又说了些什么呢? 文章只是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2019年1月8日,作者收到高中同学周有哲未来去世的消息。 周有哲去世的时候,还不满25岁,使国内某企业的一名财务离去,让作者重新开始反思自己这几年的人生,反思他所做的一切是否真的有意义。 周有哲家境贫寒,从一所称镇中学冲了出来,以全市第一的成绩,挤进了全省前三的中学,他一周只用45块钱,包括所有吃饭和开支。 2013年高考,周有哲以693分的总分,拿下了四理科状元,考上了一所一流大学,大学期间他不停地打工,2017年他可以读研,但放弃了,因为他查出了严重的胃病。 后来他进了一家企业做财务,周有哲最后在奔波劳顿中一致无下去世了。 作者感叹,周有哲的这辈子都在用尽全力沿着紧闭往上爬,头破血流也不停下来,但最终摔死在井底。 莫查知识和周有哲知识反映了当今中国青年人的精神状态,那就是迷茫和无助。 莫查和周有哲出身贫寒,刻苦努力,学有所成,但知识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命运。 他们一直努力从井底想爬到地面,但却徒劳无疑,整个社会在成功浮华焦虑攀比。 欲望的浪潮中沉浮。 状元之史这篇文章遭遇了莫查事件相同的际遇,官媒和水军出动, 批判他承载大量的事实出路,贩卖社会焦虑,他们质疑文章的漏洞。 如周有哲作为一个一流大学毕业生为什么会收入如此微薄, 以至于连高中时代的旅游服都还在穿。 作者如何了解死者生前经历的那么多细节? 如打工一小时多少钱,银行卡余额, 拒绝公司领导要求做假账,文中笑舍图片有PS痕迹等等。 最后得出结论,状元之史是一个完全捏造,无中生有而假装是真实发生的故事。 文章用非常巧妙成熟的手法玩弄读者的智商和感情, 撒了一通鸡汤,骗取了一大波流量。 怎么样有意思吧? 墨查知识和周有哲知识相隔两年, 但官方反转舆论的手法和策略一脉相承。 为什么中国政府对墨查知识和周有哲知识的文章和讨论会如此警觉和心思动众呢? 网信办究竟恐惧什么呢? 我认为墨查知识的讨论和状元知识的文章在中共红色政权摇摇欲坠的今天, 极易引发社会讨论,形成思想风暴,并最终演变为政治风暴, 上千万甚至上亿的点击率,让北京感到恐惧。 因为他们无法忘记,41年前发生在中国的一场突如其来的思想风暴。 上世纪1980年代,中国曾因一封署名攀晓的来信,引起了轩然大波。 他曾让当年千百万青年为他哭,为他笑,为他激动,为他争辩,为他深思。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攀晓的来信, 题目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 这封信透露出彷徨、苦闷、迷茫和怀疑, 一下子打中了刚刚经历文革的亿万青年的心。 短短数月,竟然引发六万封来信,紧接着掀起了一场人生观讨论的大潮。 有学者指出,如果说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标志着政治思想的重大转折, 那么1980年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 则标志着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重大转折。 在这场人生观大讨论所引发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 深深地渗透到那一代人的精神骨髓当中。 这场充满了感性泪水和激动情绪的思想解放, 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幼稚, 但那种带血的纯真呐喊, 那些在精神禁锢中痛苦挣扎的自由心灵, 具有正能发聩的意义, 任何社会的变革总是思想激荡, 引发全社会震撼, 从而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做准备。 潘霞是谁呢? 潘霞是个比喻, 或者说是个半虚拟的人物。 潘霞是在两个人姓名中各取一致组成的, 一个是出生于1955年的吕青年黄晓菊, 当时是北京市第五羊毛商场的吕工, 另一个出生于1959年的北京经济学院县首都经贸大学经济数学系二年级本科生潘伟。 杂志编辑马孝东和马绿珍在调查青年状况时分别接触到这两位, 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庞伟的观点各有代表性, 就把他们的经历和观点整合成一篇文章发表。 今天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41年前何其相似, 尽管一个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后, 一个刚刚结束十年文革浩劫, 但都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尽管墨查之时、状元之时和攀晓来信反映的是青年的迷茫和无助, 但事实上他们同样反映出整个中国人的迷茫和无助。 当今中国政治严重倒退, 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遭遇打压, 党领导一切的极左观念回潮, 人质盛行,文革大有重演之势, 经济发展停滞,货币超发, 股市低迷,房市泡沫巨大, 民营企业仓皇出逃。 中国向何出去的问题, 引脑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 41年前的潘晓来信, 引发了一场人生观价值观的大讨论, 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 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今天墨查之时, 状元之时, 或许也会引发一场社会大讨论, 为中国走进宪政民主新时代做思想的铺垫。 墨查之时的讨论, 弥蒙状元之时和许章论, 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 以及郑也夫正改难产之音, 都在预示和呼唤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这些文章上千万, 甚至上亿的点击率, 也代表了中国人人心思变。 中共对这些文章和讨论的封杀, 和带风向是徒劳无疑的, 因为时代变革的洪流, 无人能够阻挡。 正如宪政学者张雪忠所说, 当前中国最主要的矛盾, 就是一个已经部分现代化, 并希望全面现代化的社会, 与一个落后的, 完全是前现代的政体之间的矛盾。 中国人最需要的不是向后看, 不是留恋所谓的改革开放, 而是要向前走, 要果断的告别改革开放, 并努力革新前现代政体。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